女巨人 感觉这个都看呆了 怎么能长这么大只 是 感觉安娜是有一点怕 真的你看她还是好没自信 这边这俩大眼说的就妙妙 是啊 你看这个就是 她比那旁边的摄像都大 她比今天很多学生都大 为什么要给她黄牌 为什么要给一张黄牌 俄语真是一句也听不懂 是不是穿了什么紧身裤是违规吗 可能是穿着有问题 感觉11公分好像没有这么大差距 是啊 这官方的数据有一些问题 一个1米8六一个1米75啊 我就看到她弯着腰的关系 对的 你看她看到没有 她这个屁股的这个维度非常大 是而且她这个你看抖动的时候她这个弹着 是啊 哎呦呦呦呦发达真的没发达 完全被秒掉 而且到了地面就完全是加比加西亚的地盘了 直接在部署十字固 角跨过去 啊防得非常好 又是十字固 部署十字固了 但是马上要出地面的杂拳 又回到了齐称 我一会儿要拍了 杂拳 感觉看到这张娃娃脸舍不得杂的感觉 杂了几下收住了 他其实长得还蛮就是不太像那么特别的 对一个美式监索 感觉又部署另外这手的美式监索 会不会被降服呢 哇 他如果两只手都被他拍了 他说怎么拍 他说他拍了 他说他认输了刚才 但是为什么比赛再继续 然后感觉加比加西亚有点火 你不是拍了吗 怎么还在继续 有点感觉欺负人的感觉 对就是不是 我就是说他这两只手如果都没法拍怎么办 是 他拿什么拍啊 加比加西亚的力量 他的肌肉 不停的垂击 俄罗斯战斗民族非常的强大 我就是不认输 那感觉加比加西亚的速度有点慢 是啊 体能的消耗也非常的大 感觉这个拳下来是慢慢飘下来的 这个加比加西亚也不去降服了 就一直用锤机去砸安娜的脸 这个加比加西亚很生气的说了这句他拍了 这个加比加西亚很生气的说了这句他拍了 说打成他不好受 加比加西亚用他的身体的体重去压制对手防止对手 现在加比加西亚又要去部署同样一只手刚才做过的那个 不要把手掰下来 安娜的身体的柔韧性非常的好啊 肩关节的柔韧性非常好 刚才已经掰掉了那种角度还是不拍 现在安娜想要用脚去勾到 他要去重新部署这个 我也有点不敢看了 不知道现在时间还剩下多少 刚才我都听到了台下女观中的尖叫声 加比加西亚还是在尝试着锤机 而安娜却死防着 裁判为什么不终止比赛呢 不知道 这打下去一点意义都没有 是啊 还剩一分钟 看一下安娜能不能撑过这一分钟 安娜还是想尝试着要去 踢开她的 把她的脚绕过来她就可以逃 逃开 齐称位 最后 大概30秒的时间 加比加西亚会不会在部署强附近呢 她选择了还是锤机 现在有个十字乌的好机会 加比加西亚没有办法去KO 用力用杂拳去KO对手 时间到第一回合结束 安娜勉强地撑过了第一回合 不知道安娜的肩关节有没有受伤 感觉那两下美式肩锁都是做到位了 对啊 但是却没有事情了 这个肩关节的柔韧性也是 怎么说 也是异常的好 不知道有没有练过那些那种杂技 可以看一下那个角度 已经搬到了那个角度 然后她现在在说她拍了 但是没有理她 对 然后她现在还在说她已经拍了 但是安娜非常的顽强 感觉对肩关节的关节剂是免疫的 对 想第二回合要开始了 还是同样的五分钟 不知道这次会不会一样迅速被加比加西亚摔倒在地 然后全面的虐杀呢 第二回合开始 加比加西亚虽然那么壮但是打在脸上 为什么一点都没有肿啊什么的 嗯 加比加西亚出了很多汗呢 我感觉安娜的战力好像练了也没多久了感觉 对 很深疏 基本上这个只要说 呃 谁 加比加西亚只要上 她就感觉已经害怕就已经往回缩了 是啊 嗯 这场比赛的悬殊比刚才那个 就是那个 头一开始的 田村 村田 夏 男子和 娜塔利亚 还有悬殊 悬殊的多感觉 嗯 就是一上去就被摔到地上然后一顿锤 现在又裁判让两位选手回到正中间 相同的位置齐称位 不知道这一次 安娜能不能成功的把腿绕到加比加西亚的胸前 把她给挡出去 逃脱 出齐称位 这个不利的位置 又在 部署 啊还是没有部署 感觉 是不是因为 安娜的臀部太大 自己卡住了 包括 其实加比加西亚的臀部也挺大的 然后她要转过来就很难 现在转十字顾了 你看这个十字顾会不会成功 不要跟我说她的那个 肘关节也是异常的柔软 没办法折坏啊 这个赛事方是不是知道她的关节特别软 特别给这位做关节技艺的选手 找了一个关节降服不能的选手 是 因为加比加西亚的肌肉含量特别高 所以说她的心脏复合也是远远的要大于肌肉含量不怎么高 十字顾 看这个十字顾能不能成功 十字顾 第二回合十字顾 降服获胜 其实觉得这个来得晚了一些 早就可以把它搞定 对早点做十字顾应该也不会这样 加比加西亚 十字顾 完全她还想挣脱一下 那完全没有办法了 是 肩膀的柔韧性还是没有 肩膀柔韧性很好 但是肘关节还是柔韧性不够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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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给她的对手 最大的 嗯 尊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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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三位军军军军军军 Fabio Gurgel,你给你 是我的师父 第二个 是 像王德雷说 他就是一个企划 我 日本是唯一地方 有机会 能够解决 真正的军军军 二位非常重要 一是我的师父 为我一名的5个修理 Fabio Gurgel 你型的缺获 又有背心 一个 日本是唯一的 本来的美国 能够成为的 人生的 我生成为 Pride 我生成为 我生成为 今来我来 但是外面 我现在被人家以读书 我已经成为了 我现在是25岁的食物 我计划与我渡了 我生了一种拗戏 我生了要战 我败和败和我 我会给我的血量 现在我们不能让我们军了 我们的战略 我们是奸戏 我们是奸戏 下一场的比赛将会是这个奥图里斯来对增加迪普希 这两位选手在去年12月首届的Rising上都是以失败告负 然后特奥多拉斯呢他是来自立陶宛的选手今年这个24岁 然后他呢在上一次比赛输给了重量级那个就是8强16强挑战赛的冠军金某